喜欢长鲜的朋友 一定不能错过中和这间复合式餐厅 无论是平价烧烤或是创意热炒 都深深掳获掏客的味蕾 像这道人气招牌麻辣烧烤鱼 老板张家荣用了将近三十种中药材 经过四小时的炒制 腊油温润顺口 鱼肉吸足麻辣汤之后 响起四溢 从小看着爸妈为了谋生 辛苦地做着小笼包早餐的生意 张家荣决定趁年轻出去闯一闯 希望能分担佳绩 虽然创业过程一度惨赔上百万 不过他仍然越挫越勇 替自己烤出新的人生 感谢小时候经历 只要你穷怕完你长大知道说 如果你有努力的机会的时候 做好机会就不要放心 哈喽再一个东西 好 好 好 我的最新就是要么不要做 要么就做到底做到最好 夜幕低垂 滑灯初上 这间位于中和的复合式烧烤店 每到下班时间总是人生鼎沸 越晚人越多 越夜越嗨 一个月来好几次 东西好吃 然后价格又亲密 主要是因为它的东西好吃 它符合大众的口味 因为它的分量蛮多的 我就这边的常客 那这边我会常来是因为这边口味多元化 光是看这店里的人气热度 还没点餐就让你鸡肠鹿鹿 其中让客人像着热魔般 三天两头就来报到的 是店里的招牌 麻辣烧烤鱼 只见一整只鱼 躺在红彤彤的辣锅中 鲜嫩的鱼肉 吸附辣汁 香麻殆尽 刺激着味蕾 搭配虾子 豆皮 玉米笋 马铃薯等 一整锅满满的配料 超级澎湃 让你忍不住夺爬好几碗饭 它的烧烤鱼真的很特别 我去大陆蛮多烫的 吃过蛮多的烧烤鱼 就是味道都没有它们这边来得好 鱼的部分其实也蛮辣条 然后肉也很紧实 吃起来就是很冷 因为我自己本身对海鲜会过敏 所以有的店我真的都不能吃 那因为我吃一次 我觉得都没问题 没有过敏 好吃之后就一直呆 让人赞不绝口的好手艺 是出自七年六班的张家荣 光是麻辣汤头 它就结合了将近30种的中药材精华 因为它每一种有它的药性 它有些加多的话 就是会抢味道 比如说像香茅 那种香茅它的味道是比较野的 就可能说不要放太多 那像木香 一大锅烧烤鱼 可能顶多只能放个三片左右 很像有些人讨厌香菜 你一吃就知道 这味道很明显 就是不会有一个协调性在 为了找出药材的黄金比例 张家荣至少花了四五年的时间 一直不断地尝试调整 我们的花椒是用梅花供椒 就是以前进贡给皇帝皇上 它的特色一般的花椒是开口 就结束了 可是它是三半到四半 泡起来像一朵梅花一样 它的香气就是比较清香 比较不会像一般的花椒 很野这样子 聊起中药材就如数家珍的张家荣 人称阿荣 本身念的是餐饮食品科 因为家里经济环境不是很好 从国校 他就要帮爸妈做小吃的生意 也练就了一身好手艺 那学这个难不难啊 包括要一个多月才会 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在收尾的时候 很容易失败 对 失败啊 你看他们在收尾的时候 他收尾如果说没有收好 到最后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的那个地头会很厚 正常来讲是要堆叠 一千两年堆叠这样 那如果说你一直重叠的话 到最后面人家就也吃到 一点那种本心没有透的面格 那事实上他有手 他只是比较干 阿龙开玩笑地说 这间大约七八坪的小吃店 就是他同年的游乐场 也是一家五口生计的来源 面对镜头话不多的爸爸张武 总是闷着头 手不停地赶皮包线 二十多年前 他原本是水泥车的驾驶 遇到大环境不景气 当时家里经济陷入危机 于是他决定和太太学习一技之长 做个小吃的生意来谋生 小龙包一样 我跟我老公完全都是白手起家 经济的状况也没有 说真的也不是非常的好 到我弟弟那边去学 学做小龙包 那时候说真的非常的辛苦 因为我们早上可能 差不多四眼就要起来了 从新店开车 然后开到桃园去 每天这样子就是来回通勤 当年因为小孩还小 需要待在身边照顾 所以一家五口就这样每天通车 相近一年的时间 学成之后 在住家附近开启店面 卖小笼包 油饭等早餐的生意 慢慢的生意上了轨道 有稳定的客源 正当想说可以交棒 后继友人时 这时候阿荣却想要离开家创业 因为家里面三个小孩 一波说怎么三个小孩子 那其实长大了 我不知道成家立业 那我很单纯的想法是说 那不然就是自己出来创业 趁年轻去逛逛看还有机会 即使失败了还有地方可以回头 可以去接 阿荣的想法很单纯 想要多做不同的尝试 但爸爸非常的不能谅解 为此还差点闹出家庭革命 好久没讲话就回去 现在也将来助理馆 东西拿来就回店里面了 因为我们妈妈的话 就是会痛 认为怎么样 或许可以包容一下 爸爸的态度比较硬 他都不行喔 你不可以去给我看 看了以后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他家众口头上是答应 可是他还是一样 他一头去做 与其说是反对不如说担心 因为他们是这样子从白头及家 把创业挡出来 他知道说创业这条路有多么的坚定 那我帮你打下了好的基础 你就可以直接想到这样子的过程 那你为什么不来直接享受这个过程 明知道爸爸非常反对 想法很多的阿荣 还是决定出去闯一闯 胸剪刀 这样 拿一下那个油 雨好了是要在这里好吗 还是要云到外面 在这里好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 但真正做了之后 才发现没有这么的容易 回想起当初刚刚创业的时候 还好一路上有弟弟情意相挺 清烤鱼的腹部 水分比较多吗 对 先把它的水分烤干 然后我们在烤的时候会上一层油 然后油的目的是让它均匀 腌好的鱼抹上特制的腊油 要放进烤箱翻烤 过程当中要专心注意水分寸肉汁的变化 才能烤到外酥内嫩 现在烤到表皮的部分啊 那我们就把它烤到脆脆的这样子 然后我们烤完会再过木炭 让它上两分钟的炭香 上炭我的目的主要是要让这个整只鱼 让它有碳的香味 对 这是另一道工需 说起话来不温不火的张峻忠 年纪和阿荣只差一岁 一个急躁 一个沉稳 个性相当的互补 讲开店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合的地方 因为我那时候想要开店是预计在 是他当兵两年后差不多 但是他退伍的 不知道第几天 第五天的样子 他就冲出去开店了这样子 其实也都没有准备好 房子就这样租下来了 谈起哥哥的创业急进风 张峻忠说那是十匹马都拉不住 但因为没有准备周全 开店初期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没有收入 甚至连员工的薪水都付不出来 人其实你准备的栽好 实际不对就是不对 顶型加油事件 食安风暴 过期食品 然后老江那一年又生病 因为我们都是做卤类啊 江湖鱼啊 老江也很贵 那你食材成本都很贵 然后又有很多的问题 消费者不出门 门口又做路做半年 还记得最惨的时候赔了好几百万 兄弟俩差点就要放弃 阿龙无意间吃到四川麻辣烤鱼 惊为天人 于是决定到大陆学习 但竟然发现 原来市面上很多都是用香精速成的方式 在良心那一关他们过不去 所以回来之后 研究配方比例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它其实炸这个很快 你一不注意它很容易就超 就是会烧焦 它现在一开始变色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代表说它快好了 将干辣椒 青花椒 以许下锅油炸 期间得不停地搅拌 注意火候不能烧焦 油温也不能太高 这也是麻辣烤鱼香气的来源 炸花椒火不能大 有点温油下去 它才不会香气挥发得很快 光是制作辣油和熬汤底 工序就相当的繁杂 至少得耗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但因为坚持品质 也累积出好口碑 兄弟俩也趁空档研发创意料理 大焦跟那个蒜头 因为有一阵子去那个重庆 然后重庆有那个 他们当地有一些那种农村菜 然后那个他们就是把 家里面有剩什么材料 然后全部把它煮在一起大大会 然后就是炒到那马英苏有一天软嫩 然后各种根基类蔬菜 然后把它熬在一起 然后最后那个鸡吃进蔬菜的味道 他们鸡肉也没有腌过 可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 会让它入味我们会儿外在腌 然后他们就是整个这样子 看起来很简单就是 有点像台湾的那种 类似三杯鸡那种感觉 就是它变得很丰富的三杯鸡 还有这一道四川牛小排 是类似四川干锅的做法 主要是用花椒的麻 和牛肉的鲜味 是一道招牌的下酒菜 另外这道阿嬷的蛋 虽然看起来很普通 但却承载着小时候的回忆 也是掏客必点 阿嬷很会煮菜 外婆很会煮菜 就是老一辈 他们有很多的东西是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 我们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 你做的方式就跟我们以前不一样 可是你就是煮不出来 他们以前那种老味道 就是记忆中 我觉得味道是可以有记忆点 那其实从小吃到大的东西 比你吃更多的山珍块 其实有时候很简单的一道料 就可以还清你很多的记忆 阿嬷的蛋喔 反正就是有妈妈的味道 非常的好 这家店就是 基本我觉得每一道菜 好像没有地雷的菜 其实都可以吃 对 都还蛮香的 开店七年 一路上有辛苦有汗水 张嘉隆很感谢 有小时候的磨练 让他学会吃苦当吃补 挑战目标突破自己 张嘉隆要用耐心细心和创意 继续完成一件件 他心中的料理艺术创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0